第九届台北数位艺术节 平坑时代 邀请了来自欧、美、亚洲的数位艺术作品 共七件展出 这个集合艺术与科技的互动展览 满足了视觉与科技互动的体验乐趣 它主要的概念就是 中间那个电路 它其实就是象征人的大脑 所以就是一个人造大脑的感觉 然后因为平常表演是 人脑去控制人的身体动作 然后它现在就是利用科技 然后电路 一个人造大脑的概念 然后来控制这八只机械的鞋子 同一个策展设计师的另一个作品 一样用经典电影主题曲节奏 结合音乐与装置的律动 展现出美丽的画面 罗线管Beta他们其实是 灵感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叫做 《万花西春》 英文是《Seeing in the Rain》 然后因为电影当中 男主角会就是撑着黑色的雨伞 然后跳着踢踏舞 然后作者他其实想要借由 像这样子看起来很像装置的配置方式 去呈现出人在跳舞的模样 然后艺术家他也刻意保留留下这些线材 有点想要去刻意挑战传统美学 就是认为这些东西应该要被掩盖起来的意味在 这两个数位艺术作品 均要表现超脱一般艺术的刻板印象 装置艺术也可以是活动的 并配合音乐的律动 另一方面 电影的表现艺术 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现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